所以我們在修行當中有發心修行正果 發心就是你的成佛的親因也就是種子 你對未來的規劃是怎麼回事 我們禁土中兩個規劃 第一個求生禁土 第二個言成佛道 短期目標求生禁土 長期目標言成佛道 這就種效一個成佛的種子 那麼由這個種子呢 慢慢的經過我們的調伍跟引導 懺悔業障及其思量 這個環境的滋潤 最後有一個真實的果實出現 所以我們慢慢我們會發覺佛法跟外道有所不同 你看我們活地子也做慈善事業 外道也做慈善事業 為什麼不同的結果 主要知道嗎 因為我們佛法是先調整 是先調整內心 我們佛法所有修的是由內而外 先端正其心 先做心理建設 然後你才有資格 去修善法 你內心有安住力 調伏力 引導力 安住空性發菩提心 調伏愛取 那麼倒歸淨土 你心態是先做好心理建設再去修善 所以你修的善叫做波羅蜜 到彼岸 外道呢 或者食善家呢 他沒有做心理建設就去修善了 那麼這個叫做純粹的善法 代業 因為他在修善的時候夾雜的煩惱 所以得果報的時候代業 這兩個果報不一樣 一個是親近的福報 一個是帶有業力的福報 好 那麼也就是說呢 先做好你的心理的準備是很重要 就理觀這一塊是很重要 你看我們前面的理觀講得很慢 因為這個心理建設是太重要 你不能有任何差錯 到了試修 你懈怠一點 走得慢一點 亂不了 至少你這個跑道是對了 你這個修行上路了 你上來高速公路 你上不五時 跑去休息站 休息一下喝個咖啡 還沒關係 因為你起碼上路了 我們放心了 修行最怕你還沒有上路 還在原地打轉 就糟糕了 很糟糕了 你抓不到路頭了 認不清路頭 你這樣弄到最後 你學佛跟學外道沒什麼差別 佛法是先有覺悟 才有行動的 佛法是先有心理建設 才有趁性起 才有所謂的後面的行動的 是先有道前基礎 然後再往後蓋房子的 所以你修的上法才有這個叫波羅蜜 憑什麼我們佛地使修的布施叫做波羅蜜 外道叫做善業 憑什麼 因為我們內心有安住力 調伏力 引導力 我們有佛陀的親近的傳承教授 我們怎麼樣去操作我內心的世界 我有正確的方法 外道缺乏這塊 當然我們也學習他的善法 當然我們也學習他的善法